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古至今享受着母亲和的滋养与恩泽 也正因母亲和的馈赠 才得以让他们在此生而不息 远远流长 我是主持人依依 用镜头去记录乡村的喜怒哀乐 用心去聆听乡村真实的声音 我们的节目走过了许多茶马古道 每一条古道都有盛其一时的时候 直到今天我们都能依稀感受到他们昔日的风采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将继续沿茶马古道而行 去看看这条古道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 新肠古镇 穿越历史去探寻这里当年的风采 也去一睹这里的今日容颜 作为茶马古道通往西藏和东南亚的必经之路 新肠古镇过去水路交通发达 当然出江河作为其中重要的水上要道 自然是功不可没 而且与别的地方河流不同 似乎新肠的出江河对百姓更加关怀悲惧 出江三大之流穿震而过 百姓依水而生 它不仅支撑着古镇的水运 也是百姓生活良田灌溉的主要水源 小时候我该来二元喝吧三元喝 三元喝就带鱼啊这些 这些就是捡石头啊捡菜花石啊捡地面啊 现在根本不得 这些东西啊都觉得很有乐趣 也很天真那个时候 无清平无爷爷 已经在古镇生活了七十多年 虽然对这里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走完 平日里没事的时候 还是喜欢独自到镇上巡视一半 你看嘛 这里就是以往的山西会关的 这个烽火墙 它两边都是建筑都是一样的 你看它的长子啊 烽火墙两边都是搞得相当好 这就是祖先人意 真正的这个丰功为尽 但是以往的时候我们吃的老骨 该是相当的热热的 日下来嘛 由于保证的人还保证得比较好 一到时候就东来月的话 赶昌人 人山人海来的话 那人山人海是比较 比较勇气的 还不收毯子啊 收的毯子了嘛 要是吗 走吧 应该你去 好 我们赤儿走啊赤儿 你看这儿啊 在出江河畔 我们还看见了一些 我们还看见了一些 那些人 还没来过 那些人来过 那些人来过 那些人来过来 在出江河畔 我们还看见了一群 在这里东找西巡的村民 带着好奇询问 方才知道 他们是在寻找宝贝 他们是在寻找宝贝 看一看 你看这儿飙飙飙的 这儿涩飙飙的嘛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这种石头鲳 你看 这个土纹 静露真的很安逸 这儿涩得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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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涩感 这条涩叫水荷 这条涩非常好 以前我们老祖乡西吃水 就是这个饮用水 就是这个货的饮用水 它这个货给心脏骨枕带来 非常发达的一个伤毛 现在等于说水小了嘛 但它也很漂亮 你看清华的水里 平常不得湿来 我们就下火了 加点石头 这个货头最坦散的一个石头 就是我们这个西零红石头 这种西零红石头 其他的货是不得的 唯一的只有出江货 它有这种石头 这种石头非常精密 打磨出来非常漂亮 捡回来的石头 还需要经过大约的石头 打磨造型 才能显现出 它本身的精美 及其价值所在 这也是如今村中百姓 近年来所接触的新文化 其实文化 我是等待 一五年的时候 我看我们这个镇上 他们古会长 他们成立了一个 其实协会 他们每天讲坏的时候 因为我们原来 以前也不懂 不懂我们到 看到他讲的时候 那便宜都是 但他们那久回来 还没得成钱 还有人买 那么我也跟着他们 一路下火吧 就讲了一些 就在他们 其实学会 古会长他们学会 他们的带领下来 经常就给我们讲解一下 大家都在这儿呢 也没有在这儿 来来来 来来来 开开开 大家在这儿 往薄采里 每当自己给石头造完形 有新的想法 村民们都会拿上自己的作品 到歧视协会 跟大家相互讨教一番 吕永波 自然是这里的常客 讨论 讲究畅所欲言 但艺术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 大家常常各有所见 这场面 倒是有些像电视里的 华山论剑 每个人都想亮出 自己最厉害的功夫 将近正午 古镇饮食店铺门口人群渐渐密集 显然 大家都是冲着美食而来 血旺 新肠古镇的镇镇之宝 眼前的这家血旺店 便是新肠古镇血旺的鼻祖 周血旺 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 对于过去茶马古道上 络绎不绝 繁忙的商人 与工人来说 吃起来方便 实惠又美味的食欲 便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几分前一晚 鲜香麻辣的周血旺 自然成为 无数天南海独的行人 舍尖上 那一抹挥之无趣的机外 全部都不是卖小孩的啊 盘管开家里就走家一个卖小孩 让他们是卖豆粉的 胆气挑挑 一个刚刚 这么大刚刚充剪 豆粉哦 豆粉才五分钱完嘛 就像他刚刚刚 农民来山上来下来就 吃王子五分钱 一决钱就吃了就回山上去了 每逢节日 新肠古镇的文艺队 就会来到这老根据地 拿出他们的服装与道具 准备他们的行头 从这里出发 今天文艺队要表演 他们的拿手好戏 牛耳灯 新肠古镇的牛耳灯 通常有四人主演 两人扮牛 另外两人扮演放牛人 再现了人与人 人与处之间的矛盾与和谐 体现了独具特色的 农耕原生态文化 虽然随着 现代多元化文化的冲击 许多像牛耳灯 这样的传统民间艺术 日渐势微 但是在新肠古镇 牛耳灯却意外地 仍被人们喜爱着 人也比较受欢迎的 一直有路过一向 一靠近 一来伸着一会儿 好哟 这些 有风筝 一到国家 好哟 都有个文版的人 为何都人 排放一会儿耍 好哟 文几层 有些怕漏长你看 人太多了 师傅呀那个让伊朗穿的事 任意活动的有效 那个又跳得起 反经到那扯道梯 你看 又打倒梯的 舌头爬去走 一场牛耳灯表演 让这座水乡古镇的热闹 跃然我们眼前 在牛耳灯的热闹中 我们也即将结束这场旅程 赶往下一站 回望古镇 在青砖带瓦中悠然宁静 出江河水 仍旧一如既往地平和安宁 它给了清场古镇 最无可替代的养育 古镇人也坚持着与出河共生 享受着这份馈赠 同时 还以最长久的深情 都觉得自己生活之后 三千岁又这幻影 都觉得是很幸福的 很高兴的 我的生活几十年了 我都前十年了 前十多了 我今天晚上说能够交两家 再交几家 整条就可以 这样子教他们 再交几家没有问题吧 新肠古镇最大的特色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在于它的一股一心 古是指它新肠古镇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心在于这里打造乡村旅游的产业中 以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朴素的休闲文化 使这里成为了游人分之踏来的旅游目的地 怎么样 是不是也想周末来到这里 坐在河边炒美时看演出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美丽乡村印象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